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葡萄牙国王叫菲利二世 母亲是葡萄牙公主 由于葡萄牙国王去世后没有继承人 于是菲利二世代替国王之位 在菲利二世统治下 西班牙建起了一支无敌舰队 因为有了这支舰队 所以西班牙不仅想征服英国 还想征服远在亚洲的中国 早在1553年 葡萄牙人就来到澳门居住 三十年后 西班牙总督桑德给国王送了一份奏折叫征服中国建议书 内容是只要西班牙派出1.2万本土士兵 加上葡萄牙士兵 另外从印度和日本争几千士兵 再从菲律宾调一些土著 当时菲律宾已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加起来大约2万人 然后兵分四路 分别派往山东 福建 广东和江南地区 就能拿下明朝 这个计划相当于说 你给我十几门大炮 不要太多人 有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就能征服明朝 甚至还规划了打下明朝后该如何统治 但是天有不色风云 1588年 无敌舰队输给了英国海军 征服明朝的计划 就此夭折 要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呀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